1963年 高贵的阿盖尔公爵夫人 因为一场离婚官司 而背上了当妇的骂名 她的丈夫在法庭上 指控她与88名情人游染 并提供了相应的照片和大量的情书 于是一夜之间 以往风光无限的公爵夫人 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因为丑闻照片 而被举国上下公开羞辱的女性 即便落得名声狼藉 阿盖尔公爵夫人 还得赔偿7000英镑 才能摆脱丈夫的纠缠 用自己私产修缮的豪华成本 也变成了丈夫的独有资产 这一真实事件 在2021年被BBC改编成迷你剧 搬上了小荧幕 并取名为英伦式丑闻 而担任影片主演的 是英国女演员克莱尔福一 很多人认识克莱尔福一 是因为她在《王冠》里 扮演了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王 但即使不参演这部豪华的连续剧 她也是英国80后一辈 非常杰出的女演员 她24岁时主演的《小杜丽》 和33岁时主演的《一呼一吸》 无不拥有着极高的口碑 但说到演员的掌镜气场 克莱尔福一 确实是在出演《王冠》之后 变得越来越能收放自己的演技 对于性格复杂的角色 她的表演很是细致入微 让观众在观看剧目时 很有代入感 也是在出演《王冠》以后 她英文风的名怨气质 被挖掘了出来 以往总在影视剧里 饰演纯真善良的小白花 现在大多都在年代剧里 扮演家财万冠的名怨或贵妇 英文是丑闻里 她饰演的阿盖尔公爵夫人 出场自带贵妇的气韵 举手投足之间 有骨子让人高攀不起的气场 英伦是丑闻里的服饰 虽不及王冠那么奢华 但塑造一个有钱的公爵夫人 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短短三集的电视剧 克莱尔福一就亮相了二十多套华服 并且每一套服装 都展现了六十年代上流女性的着装面貌 所有服饰里 晚礼服肯定是最奢华的 克莱尔福一出镜的晚礼服 款式都非常的简约大方 她这条蓝颜色的晚礼裙 整体的设计并不复杂 服装的奢华质感 体现在香了亮片的面料 和精细的剪裁上 与裙子配套的皮草披薄 还有珍珠配饰 也恰到好处地提升了着装的高档质感 同一套珍珠配饰和同一条皮草披薄 还搭配了这条黄颜色的晚礼裙 无袖设计的简约礼裙 因为衣领延长到腰间的肩肘 而变成了一条很有个性的连衣裙 加上面料极富银润的光子 所以这条礼服 兼具创意感和奢华的质感 公爵夫人日常出镜的小套装 也会搭配一条皮草披薄 她这套颜色非常明亮的黄色小套装 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复古气质 在后世皮草和别致小礼帽的加持下 服装要体现的贵妇感 一下子就烘托了出来 还有这套蓝颜色的小套装 也是这样的穿搭工事 只是小套装腰线和袖口的处理 要复杂一些 她们都使用到了抽者的工艺 这使得简约款式的小套装 更有轮廓的曲线美 但设计最特别的小套装 还属这套荧光质地的细服 尤其是衣领的设计 会比前两套轻薄的小套装 更有视觉的亮点 珍珠配饰散发的银润光泽 还与面料的高光相互呼应 此外 公爵夫人在剧里还亮相了几套毛泥面料的小套装 穿搭工事 几乎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因为面料厚实的质感 使得小套装与皮草的组合 更有冬日的温暖氛围 它灰颜色的小套装 还有这套搭配了格子半裙的小套装 都是毛泥的面料 两套服装 因为款式不一样 搭配的皮草和礼帽的造型也不一样 所以展现出来的穿搭效果 也会有所不同 灰色的小套装 显得更成熟端装一些 而搭了格子半裙的小套装 则更明艳活泼一些 公爵夫人的珍珠配饰 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万能的搭配单体 它们几乎适配于距离的每一套衣服 当公爵夫人穿上衬衣和铅笔裤的时候 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和手腕上的珍珠手链 都与服装搭配的天衣无缝 高光面料的灰色衬衣 和剪裁笔挺的铅笔裤 在珍珠配饰的加持下 也能感现贵妇着装的精致感 腰间收拢阔形的腰带 还是整套服装的十来之笔 除了增加了戏服的视觉亮点 还拉长了整个下半身的比例 当丝滑的灰色衬衣 换成条纹图案的休闲衬衣以后 这套服装的奢华质感 也跟着降低了几分 但着装者的整体气质 要显得更随和一些 和珍珠配饰一样 剪裁笔挺的铅笔裤 也是一件万能的搭配单体 它除了与衬衣组合在一起 还会与珍织毛衣搭配亮相 在第二集的剧情里 这条万能的千笔裤 搭配了两件相似款型的珍织衫 一件是黑色的 一件是浅灰色的 前者显得精明干练 而后者多了一份柔美的风韵 外出的场合 灰色的珍织衫 还会外套一件亮咖色的大风衣 从款式的设计到面料的搭配 都是极简的奢华风 因为样式不复杂 所以这件风衣 也成了一件万能的搭配单体 它除了与灰色针织衫组合在一起 还会套在优雅小套装的外面 两次与丈夫庭审的场合 公爵夫人都把自己打扮得一丝不苟 它亮相的小套装 会比其他剧情里的小套装 更别致和典雅 它这套圆领设计的银蓝色小套装 还有这套紫颜色的翻领小套装 从衣裙到礼帽 很有设计的创意 连带着披在小套装外面的喀色风衣 也变得更有时尚的质感 众所周知 英剧的浮化从未让人失望 即使英伦是丑闻 算不上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 但浮化还是一如既往维持着英剧的高水平 如果你对阿戴尔公爵夫人的故事很感兴趣 又倾心于60年代的复古服装 那这部迷你的英伦是丑闻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